都别动 不然把你们都秃秃了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 你你 你是怎么找到这来的 你看看你卡几窝 卧槽 被人给耍了 来人 快点来人呀 刘风少爷 怎么了 他们是条子 赶紧给我解决掉 卧槽 赶到这里来 五件刀看多了吧 真的是早事 既然来了 就别想过着出去 你们一天累死累活地赚几个钱 这下可好 把命都打上了 老大 少跟他们废话 我把他们都秃秃了 我投降 我什么都交代 对对对 我也投降 只求你们别杀我 走吧 我们坐下聊聊 你们是红旗组织的人吗 不是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我们帮他们在黑时发布任务 找到合适人手 从中间抽成 啊 暗杀名单是谁发布的 是鬼刺 他不也是个杀手吗 怎么自己不行动 反而去顾那些傭兵 鬼刺协助马威收拢京都资源 他正在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嗯 什么任务 不知道 这是他们红蝎组织的内部机密 那你知道鬼刺在哪吗 这 你现在没有选择的余地 好 我说 他的行踪很神秘 我无法确定他在哪 但上次通电话的时候 他身边环境很嘈杂 并且我还听见了钟声 如果没猜错的话 鬼刺当时应被在金海皇家学院 嗯 金海皇家学院 据说每年的学费 需要缴大进千万 比那个人恢复极贵 鬼刺到那干什么 到学校执行任务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 我觉得可以去这个金海皇家学院看看 皇家学院可是封闭学校 外人都不准入内的 凭你的身份也不让进忙 可是如果咱光明正大的去调查 鬼刺收到消息跑了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按照调查 你去那个学校上几天学怎么样 嗯 啊 上学 好吧 哈哈哈哈 你要是去了学校 那绝对是小草级别的风云人物 一群学生妹子围着你转 都爽呀 你怎么身在福中不知福的 行吧 那到时候我去 你好你好 你就是十三吧 欢迎来到我们金海皇家学院 我是这里的校长 钱大伟 你好 十三 我们学校住宿是两人一间别墅 这几栋还有位置 你自己随便选个吧 哦 这样啊 那我住哪里行不行 这个 行行行 没问题 你想住哪就住哪 嗯 谢谢 对了 钱校长 我听说你们学校里闹鬼啊 真的假的 嗨 这世界哪有鬼啊 别听那些谣言 网上帖子都是钓鱼的 不可信 行吧 那我回住处了 不愧是皇家学院啊 住的地方都是大别墅 嗨 你好呀 美美 流氓呀 子流氓 变态 你是哪来到 竟敢偷窥本小姐 你有神经病吗 谁偷窥你了 我住这里 嗯 行吧 我叫唐轩 本小姐上课去了 大家好 我来给大家介绍位新同学 十三 十三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和大家说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十三 我介绍完了 大家把书翻到第五页 我们复习下阅理知识 十三同学 你没带书吗 啊 我忘带了 行吧 那你先和唐轩看一本吧 随后杨斌开始讲课 同学们也听得很认真 可大约五分钟后 发现十三已经睡着了 卧槽 这哥们也太猛了吧 上课不带书 来了就睡觉 简直是无被楷模呀 居然在养老师课堂上睡觉 这下估计要完蛋了 十三 估计要倒霉了呀 第一天来就睡觉啊 这下要惨了 啊 谁在叫我 是下课吗 十三 请你把刚才的阅理知识复述一遍 他第一天刚来 就要回答阅理知识 这怎么能答得出来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音 所形成的艺术形象 表现人们思想谈情 发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 哇去 怎么感觉他把书背下来一样 居然一个字都不差 而且生动的讲解 似乎比老师讲课还详细 啊 这 太强了吧 以为这样就能过关吗 很好 说得不错 坎农你听过吗 听过 那你对坎农这首曲子 做一下赏息吧 基础课还没学完 就开始赏息世界名曲 这需要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 才能理解曲子的含义 新同学太难了 被老师出这么难的体验 卡农一词 英文是canon 这词原意是指教规 宗教法则 规则或者经典之意 简单说 卡农是一种 微妇调音乐创作技法 运用对位法则 使同一旋律 在不同声部模仿文唱 而使得整首乐曲 富有责字感 立体感 十三继续能侃侃而谈 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到人耳朵 随着他的讲解 同学们表情更加震撼 这么转业的吗 太告证了吧 我感觉有点听不懂了 厉害厉害 就连此时的杨冰心 也开始直呼内耗 并且被十三的讲解所吸引 逐渐入了身 嗨 不错 你回答得很完美 下次不要再回答了 自己这手到底是什么神仙 看来你果然是有些功底的 不如现场弹奏一首 让我看看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方便我以后如何教导你 啊 好 没一会儿 十三无止已经远动起来 宛如调皮的精灵般 在钢琴剑上不断雀跃着 悦耳情音随着发出 已经暗闹在绝聚里 眼神已经被死碎 伤在空气里飞 哇塞 这也太好听了吧 妈妈呀 我竟然听到如此美妙的音乐 呜呜呜呜呜 没挺高啊 我是有临死前想再挺一遍 此时的杨冰也呆立在原地 他惊讶发现 十三的钢琴造诣远远超过自己 绝对到了世界最顶级 这还用来上课 难道是不止瞎问吗 冰老师 请问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没事 你继续睡觉吧 这皇家学院的食堂也挺不错的 喂 那个小哥哥好帅呀 是啊是啊 以前怎么没见过 感觉比教草 朱宇辰还帅呢 我好想找他要个地球号啊 哦爸 可以加个地球吗 抱歉 我没有手机 你要干嘛 十三哥 我是你同学啊 一起上月音课的 你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 我叫黄冉 和你是同学 哦 你来找我有事 没事没事 就是挺佩服你的 想和你交个朋友 嘿嘿 嗯 行吧 十三哥 你刚来这学校 有很多事情不了解 我有点好康的给你康 嗯 什么好康的 嘿嘿 嘿嘿 都是我苦心搜集的情报 有了它之后 你就会彻底了解 皇家学院 这就是皇家学院 校花开行吧 嗯 就这 嘿嘿 我跟你说 上面很详细的 还有我苦心搜集的照片呢 并且记录了校花们的兴趣爱好 只要有了它 找个校花女朋友 绝对没问题啊 哈哈哈哈 其实我父亲送我到皇家学院 就是想让我找个美女当女朋友 以后好改善下一代 嗯 明智呀 那你有目标了没 嘿嘿 有啊有啊 它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才华横溢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出身于京都的大家族 号称天才少女 我去学音乐课就是为了她呀 她最爱弹钢琴了 所以十三哥 你那么厉害 能不能教我两首啊 不能 你为泡妞学弹钢琴 缺少真正的热爱 很难学好的 哎 那我可怎么办呀 陈小姐 我可以和您共进午餐吗 喂 我先来的好不好 陈小姐 我很佩服您的情意 能否交流一下 你们请回吧 我想自己吃午餐 十三哥 快看快看 那就是我女神 完美的梦中情人 这不是五大十家之一 陈家的二小姐 陈诺吗 十三哥 你看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 那样的鲜明 那样的出众 天狗 石锤了 卧槽 他居然走过来了 我机会终于来了 老天开眼啊 这位服务员 请你让下座位可以吗